那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呢 就是佛山市顺德区信团镇的冯简水箱 这里也是国家3A级的旅游景区 那今天就由我们俩带领大家一起来玩转冯简 那其实我特别想问你 在这样的一个水箱泛舟的感觉怎么样 其实我也是比较少坐船 然后是这一次在这个船上也是能感受到 它的比较新奇 因为很少能够跟水面这么近的一个接触的距离 然后我们刚才坐船的过程中 也可以看到很多的雨在旁边的游动 然后这个人与自然共融的这样的一个感受十分的明显 对 其实在千百年前 咱们这个信潭的居民 也就是这样子在河的两边一河而居 所以说他们把水环境搞好了之后 也是对自己人均环境的一种改善 那其实呢在这个水箱泛舟 也是让我们有一种梦回千百年前的感觉 就到了那个时候的信潭 回到那个时候去看看他们是怎么样去生活的 就好像刚才在那个岸边的石头上面 我也看到有小螃蟹的一个存在 其实他们信潭冯简这里的一个环境 是真的做得非常好的 是的 那其实可能很多观众朋友们想象不到的是 在这样一个狭窄的一个河道里面 在每一年的端午节期间 也就是半个月之前吧 然后我们在这样一个狭窄的河道 就会上演着速度与激情 你知道是什么吗 就龙舟赛 对 没错 在这样一个狭窄的河道里 你想象一下那些龙舟爬手在里面尽情的挥洒汗水 然后把龙舟在这个河道里自由的去转换它的方向 也是非常的有气势 同时呢也体现出咱们顺德人民的一种 勇往直前拼搏向上的一种龙舟的精神 那其实在前一段时间呢 我们这个大型的当代舞剧龙舟 也是在全国首演 在咱们的顺德启动了 所以说也是呼吁大家 多多去关注我们当地的一些文化 同时也多多关注我们信潭的风箭水箱 那其实的话就从刚刚那边到我们这边 也是能感到这整个河道的一个清爽 对 因为可能是比较贴近水面的一个原因嘛 它那个温度就相对比较低 然后就在夏天在这样的一个河道上面乘船 是非常凉爽的一个感受 没错 夏天在里面泛舟确实是一个很好的选择 那其实我也希望今天能够通过我们俩的脚步 去丈量整个的水箱 然后希望大家以后再来到顺德 来到冯简的时候 第一个就是想到咱们带大家走的 这样的一个旅游线路是多么的有意思 也希望大家可以来到我们顺德 去重走这样的一个冯简之旅 好 这样的一个关系 然后再来到这边